我們先來看一下關於大家的荷包的問題 政院宣布要全民普發6000元 國民黨頻頻喊話 希望年前就可以發放了 而且就要加碼到1萬元 對此呢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有話就說了 他講 發放的相關程序呢 時間至少要一個月 請國民黨不要過於簡化 想徵功勞 這個是政策飆車 國民黨要發1萬 發2萬也罷 這是他的主張 行任是6000 那行任的法案內容 絕對不只這樣而已 和國民黨一定不一樣 那如何說大家都沒有意見呢 通過4天內 關到這一點就有 就有 就不容討論 教學要一個月 所以請國民黨 不要過於簡化 再徵功 抢功勞 抢先 抢先做 好像他們 這政策領先 這是政策飆車 大家很冷靜的想一想 整個還有花樣時間 軟體怎麼設計 那個沒有一個月做得來嗎 所以4天內要把完成 預法過年前要發給 發現金 工作業都來不及 盡量會關門 所以我希望國民黨 再度的埋葬國民黨 不要以為你選舉勝利以後 就可以 就可以忘記一切 這是會中下你以後 失敗的種子 政策是要非常嚴謹的 要負責的 有相關必須的法定條件 政府的稅收超增了4500億元 總統蔡英文就表示了 將會針對勞保健保基金 跟電價補貼來進行 額外的撥款 那立委由玉蘭就提出質疑了 三項的減損總計超過5100億元 那麼政府你是要如何因應呢 他也提到說 蔡政府把軍公教 警銷依法領取的退休金 以年改為名掠奪 讓退休的軍公教 警銷呢 在退休金連年大減 加上近年來的物價又高漲 10萬年遭砍退休金的 退休軍公教 警銷生活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他也痛批欠債還錢 理所當然 還稅於民 我們願意加開院會 在今年前發現金 但是對於軍公教 警銷非法掠奪的退休金 你是不是應該把錢給還出來呢 好 年節將至 台中市長盧秀燕 陳陳呢 凌晨就到了 這個魚市場跟果菜市場 來看一看 瞭解貨源的狀況如何 而針對有議員指出呢 市府這幾年超增120億元的稅收 應該要比照中央還稅於民 那盧秀燕也做出了回應 那麼剩下不到兩週就要過年了 台中市長盧秀燕 他今天呢 是前往魚市場以及果菜市場 視察相關的銷售情況 那麼另外呢 針對近期外界不斷討論的超增稅收 要還稅於民 那麼台中市議員呢 也指出台中市府 應該也要比照中央來辦理 現在來聽稍早的訪問 中央市場還沒有決定要給 各先生多少錢 他們可能還在當中 所以我們可能要等中央 明確以後 明確以後 他到底要給民生多少錢 那他有沒有這個實論的原則 那必須等中央 確定以後才能處理 那麼日前呢 有台中市議員指出 台中市這幾年是超收了120億元 也應該要跟中央一樣 還稅於民 不過呢 盧秀燕也強調相關更詳細的數據 也要等到中央確定之後呢 才能做後續的討論 那麼另外呢 針對今年市場的情況 魚類以及肉類 都稍微有漲幅 不過呢 蔬果的價格是非常穩定 甚至比去年同期 還有稍微降低了一點 盧秀燕也鼓勵大家 可以趁這個機會 多買一點蔬果 也比較划算 那麼呢 他也會持續注意 三大批發市場的 價量以及品質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好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